哈喽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来玩 即便秋千100天 3500个点赞好像确实有点困难 我都等不及更新了 你们居然还没点到 那既然这样的话 咱们本期视频点赞超过3333 立马更新下一期 上期视频又刷分裂怪 把我的等级刷到了圆形圆满 那么今天我们的使用目标 就是要给它突破 这次的突破也将迎来我的第一次度节 所以呢 我一定要提前做一点准备 那么做点什么准备 我觉得有必要做点神福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 神福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 尤其是在度节的时候 它的作用真的是大的不像话 来 首先我们做点普团呢 尽心的修炼一下 然后一靠普团来长一点真元 可是咱就说求你们 注意我都要上脚 之前在我的直播寸档当中 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 这次修炼居然出现了一个步履蛮山 而且修炼完以后一点真元都没长 这是怎么回事 哪位大兄弟可以告诉我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本来我是想少吃几块零食 现在修炼一下长点真元 一会儿再制作一个制服台 做点精血服 然后我再修炼一下 这样前天后后一修炼 我觉得至少能省下一颗七级零食吧 这么一看的话应该是没戏了 算了 咱们还是先说一下神符吧 制作神符呢 我们需要三样东西 草 纸 加木板 就可以合成一张没有功能的神符 工具都已经代替了 现在我们出去找一下 只不过收集的时候 可一定要注意这帮寄生虫 这时候如果再翻车 我又要损失掉一颗生计时了 还好 这次我的运气还真是不错 除了家门口的一只猎兽 和一只被橄榄的牛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遇到第三个急生虫 草 纸 木板 摆成这个胸酱子就可以制作神符了 那么精血服的合成配方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 精血一滴 外加两个五级零食 那么咱们要想得到精血 需要做一把柴雪刀 来到教育所以后 我有必要提醒一下大家 上期视频我说我搞了288个羊毛 才合成了一个三级盗袍 其实得到这个云铝布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一级零食来交换就可以了 当时我是真不知道 为了收集这带破羊毛 我还翻车了好几次 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像我一样 那么得到了采血刀 我可就要玩把狠的了 没错 那就是自残 采集我自己的血液来制作精血服 目前我这个血量44滴血 可以采集三次 再多采集一次的话 我必然翻车 所以兄弟们 采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手一抖 有可能就一命呜呼了 那么我的第一次度节 我倒觉得也不用太过于紧张 这次我准备搞他11张精血服 然后再搞几个金苹果 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苹果呢 家里也没几个 七个苹果 制作七个金苹果 来吧兄弟们 咱就这次度节啊 进入化神期 觉得我能成功的 咱们弹幕扣个一 觉得我不能成功的 咱们弹幕扣个二 我本人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晚上度节肯定是不行的 睡一觉 明天早上立马开始 睡觉之前再干一件事 那就是把我们的真元 吃到差不多 目前我吃的零丁 是由四级零食制作成的 就现在来看 真元的精度桃 长得已经不是特别明显了 剩下的四级零食 都给他制作了吧 看来是留不住了 OK兄弟们 第二天一大早 咱们先吃上一颗金苹果 来吧 就让雷机来的 更猛烈一些吧 什么情况 没有雷机 不会吧 原来我是幸运儿 那么在这里 我得说一下兄弟们 刚才我的功德指数是499 而现在你再一看 只剩139 换句话说就是 我的功德太高了 我是个大好人啊兄弟们 就连雷都不批我 你们还不点赞 关注一下吗 这么好的一个大好人 你不点赞关注的话 真的是有点说不过去 就这样我们成功突破原因 来到化神奇 来到了化神奇 我干的第一件事 首先是挖矿 最近呢一直有粉丝给我留言啊 也是提醒我 建议我制作一把远程武器 那我就想啊 在这个生存中 什么样的远程武器 才能对付了点自成虫呢 弓 不行吧 法杖 也没有啊 那就只剩下枪了 行了我也不装了 我摊牌了啊 这个整盒包呢 确实有枪械模组 之前我认为 这个枪械模组 在这个生存中真的是没有啥作用 所以说制作枪械 我压根就没有考虑过 直到我在我的直播村当中 尝试制作了一把夹腾磷以后 什么效果 我就先不说了 先卖个关子 那么接下来 咱也不挖矿了 至于我为啥不挖矿了 你们听一下 不行啊兄弟们 听到这个声音 我多少有点大小便十几 实在是不敢挖了 好回到家 现在咱们再制作一个枪械工作台 制作枪械工作台 我们就需要 淡灰色混凝土 淡灰色混凝土粉末制作出来了 战战静静来到小河边 旁边还有一只寄生虫 我压根理都没理他兄弟们 咱都化神出街了 咱还怕他 开玩笑 我也仅多是用我的膀胱 臭那么一眼吧 我绝对不正眼看他 OK 淡灰色混凝土 这不就得到了吗 枪械工作台 索性就放在门口吧 咱就打开他这个界面 看兄弟们啊 你就说吧 什么东西我制作不了 什么火箭筒了 大炮飞机 小坦克了 你说出来 我就给你制作 38块铁钉 换一把加特林 他的子弹 用到的是普通子弹 现在问题又来了 我们家火药有限 我翻箱倒柜 也仅仅是得到了15个火药 那还等啥 全部制作就完事了吗 加特林这把钱的 大家都知道啊 弹药非常充足 我这次呢 一共得到了488发子弹 最后全部塞进加特林里 居然还没有放满 在这里加特林的弹药容量是500发 行 488发就488发吧 我估计呢 应该也够用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 这就是想办法找到苦力胖 找到苦力胖干啥呢 绝对不是打苦力胖 为了得到火药 在这里呢 我先制作一个神器 先制作一把钓鱼杆 然后钓鱼杆和刷罐龙 还能合成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我也不知道叫啥 总之合成以后就钓鱼杆 钓着一个刷罐龙 就是这个玩意儿 攻击伤害还很高 23点攻击力 那么这个东西有啥用 一会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现在得到了化神出界了 这如果晚上天黑出去找苦力胖的话 可能有点不太安全 那么首先我就把目标 锁定在了地牢 我记得地牢应该是有一个苦力胖的刷罐龙的 但是我不敢确定 所以呢 这次探索地牢 我也是非常的谨慎 加仔细啊 每一个地方我都要去 每一个刷罐龙我都要看 总算是运气还不错 在这里让我遇到了两只苦力胖 拿出我们的吊杆 打苦力胖 然后它就会掉落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只需要收集到16个 就可以制作一个苦力胖的刷罐单 听起来还行吧 感觉挺简单的是吧 其实收集这个东西呢 真的是不太简单 兄弟们 你像我这是运气好 一下遇到两只苦力胖 后期的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至于为啥不幸运 咱们先把这只苦力胖解决掉再说 解决掉这群家伙还是非常简单的 而事实上在我进入化神器之后 我的攻击力现在也变得是非常的猛 即便这寄生虫也可以被我三件拿下 在这里我还差点量成大祸 一直被童话的猪想要攻击我 三件拿下以后 没想到出现了一个一阶幻兽挤柱 这就能看出我的攻击力 现在有多强了吧 一阶幻兽挤柱都挡不住我三件兄弟们 我站起来了呀我 我猜啊 现在肯定有粉丝要说 你到处用加特林啊 急死我了 行 给你们展示一下 也让你们体会一下 什么叫恐怖如斯 什么叫 十大便了 就目前来说 加特林的存在真的是 怎么说呢兄弟们 我都不会形容了 多多少少有点破坏游戏平衡吧 子弹现在太少了 打这种僵尸我都不舍得用 行了 那本期视频呢 就先到这吧 这做一个苦力胖的双坏 那目前对我来说 确实不是一言一事 关注我 下期视频更加精彩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不讲不讲